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战术射手特种部队应用射击比赛项目全部结束 中国参赛队员群届果断的处备和出色的发挥 顺利完成三轮比拼进入决赛 最终获得该项目总评第二 同时这也是我国代表队首次参与此类科目的竞赛 这到底是一项什么样的比赛呢 我特意研究了这项比赛的规则 然后有了一点小发现 我在这次比赛的安全规则里发现了这四句话 第一 永远认为枪支处在上膛的状态 第二 枪口不要指向目标以外的地方 第三 射击前应观察周围的情况 第四 射击之前手指要放在扳机护圈之外 这四句话怎么听得这么耳熟呢 我们其实有四大条黄金安全原则 通行于世界各地的靶场之间 那么它首先第一条呢 就是我们要认为所有的武器都是已经上膛的状态 时刻要对武器有敬畏之心 是的 战术射手比赛的规则 和我们之前节目介绍过的 实用手枪射击比赛极其相近 难道这战术射手比赛 就是一场实用射击竞技比赛吗 战术射手比赛里的选手 如何展开射击技能的比拼呢 这样的比赛对实战化性能又怎样的影响呢 今天军用军距离 我们就带你详细复盘 正在进行的是一场实用手枪射击训练课 虽然使用的不是真枪 而是发射塑料子弹的气枪 但我依然要像对待真枪一样 对它怀有敬畏之心 因为它即将陪伴我 学习基本的实用射击技能 这种射击运动在世界多国广泛开展 不过为什么 它能成为今年国际军事比赛的项目之一呢 那我个人认为它最贴实战的概念 就是说速度的快 我们都说天下武功 微快不破 那除了射手自己的动作速度时间之外 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衡量指标 第一个指标是我们把靶面的精度也换算成了时间 第二个指标是我们把射手的战略 战术战略运用也换算成了时间 靶面的精度怎样换算成时间呢 答案就在这张靶纸上 和强调精度的循环靶不同 使用射击要求的是尽快击中敌人 让敌人丧失战斗力 因此击中人形靶击达目的 在靶纸上能看到几个虚线的压痕 这些压痕就是靶标的时间分区 说到核心刹上区 其实就是我们认知的心肺区 看到这个大圈了吧 那么在你动作时间的基础上 假设你射击了两发子弹 用时两秒 那么如果你的每一发子弹都落在零区的话 每一发子弹为你加零秒 那当然在这个靶子上 有效杀伤区是有两个部分的 一个我们常见的心肺比较大 比较好打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位置 我们说的脑干区 也是零区 也就是说你的子弹 无论击中在这儿还是击中在这儿 都只为你加零秒 那么第二个区域我们说 就在你心肺区的外延 稍微大一点的地方 会有一个叫做加一秒的区域 也就是说你的每个子弹弹孔 击中相应的位置 都会为你加一秒 对吧 刚刚你射击 比如说拔枪射击两发用时两秒 那么两颗弹孔在这儿的话 总时间就变成了四秒 就二加二 那最外面的这个区域 我们叫做加三秒的区域 三区 三区 可以看到更大了 对不对 那同比如果在我们的人体上的话 那在这个区域的脏气 可能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所以这就加三秒 如果说你的两个弹孔 分别击中三秒的区域的话 那这就是加六秒 加动作时间两秒 八秒 总共就是八秒的时间了 所以IDPA的整个靶子的击秒 是非常好计算的 就很简单 弹孔击中哪里 就计算哪里相应的加秒 规则并不复杂 不过这么说还是有点不直观 这样 我把我的首次场景射击训练 给大家当做一个规则示范吧 射击是否准备好 准备好了 也只有法标和准星 你有三个程序罚分 三个程序罚分 对 第一个程序罚分 在你的第一射击位 你的脚明显踩出线外 第二个程序罚分 在对于这一组目标 要进行射击的时候 我们说了 在掩体后要用切线原则 也就是说 你先看我的先打 后看我的后打 也就是说我应该从远往近打 也不是 是从外往内打 从外往内打 对 但你刚刚是从近往远打 对不对 好 还有一个 是安全性的程序罚分 是你在跑动的过程当中 手指没有离开扳机弧圈 我手指扑在里面了 对 所以我喊了一声手指 那么手指在一场比赛当中 你只有一次机会 如果这一场比赛 我喊两次手指的话 那么你的第二次手指罚分 就要被DQ 我们叫做罚出场外 disqualify 罚出场外 就相当于两次 就是一个红牌了 对 第一次是红牌 看似讲求行云流水 背后却藏着细节的魔鬼 因为使用射击强调安全性 所以任何违反战术要求 或者违反枪械安全使用规定的行为 都要加法描述 要在快速移动中 记住这些细节要求 对我来说确实太难 甚至差点让我吃到一张红牌 被罚出场外 我想虽然我打得不对 但至少还能打准吧 那我们来检查一下你的把镖情况 看看把面为你罚了多长的时间 两个零 把二 哇 这个把子你可能没有打好 整个把镖上没有弹孔 所以为你加十秒钟的时间 对 加十 经过这一轮操作 我不会在质疑电影中 几米距离都打不到人的情节了 连这种小口径低后动力的气枪 我都打成这样 可想而知真实环境中会是怎样 对了 刚才李老师说过 射击速度和精度是一方面 那么射击策略会对成绩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那么现在这个场景你可以看到 是四个反派人物在跟你进行谈判 那么突然谈判破裂了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拔枪 把他们消灭 那根据IDPA的射击原则 它有一个战术优先的原则 你要先射击离你近的目标 再射击离你远的目标 好吧 所以我能给你阐述的细节就这么多 那至于究竟怎么样的打法 你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 先打一遍 我们来看看你所用的时间 好吗 好 好 抢上套 111111 11秒11 打得非常好啊 你看枪枪都在零区 所以你的总时间也是11秒11 那么我来给你演示一遍我的策略和打法 好 射手准备 好 3秒43 你这个是直接直接穿透过去打的 是的 这样也可以是吧 对 所以其实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策略的运用能够显著地提升射手的速度 那么从直把来讲 子弹是能射穿直把的 对吧 但在我们现实世界的条件下 子弹是不是也可以射穿坏人啊 对 所以这个策略它是既满足现实 也满足赛场的需求 同时还能缩短射手的时间 所以这就是策略的重要性 刚想说这题我会啊 李老师就不按套路出牌了 在实用射击的场景中 光靠肌肉记忆是远远不够的 还要靠头脑来获得最短的设计时间 这也是实用射击最实用的地方 加入各种实战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 给赛场增添更多战场般的不确定性 本次国际军事比赛2021的战术射手科目呢 虽然是一个射击比赛 但是它是非常的贴近实战 并且军事化风格非常浓厚的一次比赛 那您说的这个军事化 它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我认为首先会体现在装备上 那么您看到这一桌装备 这基本上就是我们战术射手的标准配置 都是这次比赛用的是吧 是的 是的 它涵盖了武器 装备 还有作品服装 三大种类 那这个衣服我看好像跟普通的那个作品服 有点不太一样 这面料好像不太一样 你这个眼睛很尖啊 这件衣服我们又叫它 有一个外号叫做挖服 你看它像不像青蛙一样 肚子是一个颜色 对 两边是其他的颜色 而且你会发现 这个挖服和战术背心是绝配 因为当正好把战术背心穿好了以后 所有 所有可以看到的地方都已经是迷彩色了 但没有看到的地方还是保持了舒适性 对 是的 虽说现在作战服充分考虑了穿着的舒适性 但是毕竟保证士兵作战是他们的第一要求 在这次战术射手比赛中 所有选手必须穿戴具有良好防护的战袍处战 防弹钢板 头盖不仅不能少 而且要符合比赛规定的防护等级要求 这套东西背在身上就相当于要负重射击了 我在这堆装具中还发现了一些特殊的物品 那这个医药包也是要挂在药袋上 对 这个医疗包也是这次比赛强制要求 需要配置的装备之一 那么还有一个亮点 其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 在后面还有一个小小的塑料壳 这个东西叫做悬崖式直血带 这个直血带其实是医疗包的重要的构成部分 当你作战受伤情况下 可以把这个悬崖式直血带拿出来 然后对于自己的肢体进行直血 这个也是这次比赛也要强制带的 对 这次也是需要带的 一个合格的战士永远会提前做好准备 除了枪支 背心 腰带以外 医疗包在紧急情况下 具有和其他装备一样 可以挽救生命的功能 所以在这次的战术射手比赛中 为了尽可能的贴近战场 医疗包成为了必不可少的装备之一 现在我已经全副武装 准备接受下一位的挑战了 李老师 我现在就是一个全装的状态了吧 是的 全装状态了 感受如何 对吧 其实在全装状态下 因为战术背心和你其他装备的重量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练习 就要让你这个作为射手 适应一下全装状态下的步枪举枪 穿戴好所有战术装备 我的负重达到了20多斤 第一次穿上厚重的战术背心 除了满满的安全感之外 感觉自己的上半身也被封印了 再加上腰间大大小小的弹夹和医疗包 连呼吸都觉得有点沉重了 好 收拾准备 起枪 完成调整关系 就我这一起枪 位置就要 马上就要在对的位置是吧 对 你起枪以后 需要有以下几个位置对 第一个位置是你枪脱 肩窝的位置 第二个位置是我们说你的引导手 起到你的瞄准极限上的位置 第三个位置是你的脱脸塞 要贴在你的枪脱上的位置 不瞒大家说 为了这次的使用射击课 我专门在家举个一个月眼泪 可是当我真正举起这支五斤重的步枪 做动作的时候 我依然感到相当吃力 我觉得枪要鞠得好 更多是一种控制力 这种控制力像是写毛笔字 或者外科医生的手术刀 力量控制的不准确 有再大的力气也没用 在练习了几百次起枪动作后 动作算是初步过关了 接下来该试试我的射击精度了 相比枯燥的射击动作训练 实弹射击是我更喜欢的训练环节 我打得也太好了吧 非常好 非常好 我们过去捡一下把吧 好的 走 咱们这个距离有多少 有没有二十米啊 大概在十五米左右吧 这已经是 已经是避力枪的极限了 对 你看 很集中 我这前部都上把 打得还不错 但是这个好成绩 多少有点胜之不武吧 在战场上 敌人可不会站在那儿 等着我瞄准射击 为了接近实战 在这次战术射击比赛中 单冰赛错目的场景布局 就是以俄军参加的实战行动为背景 环境复杂 战位十足 在这里 李老师就给我搭建了一个简易的比赛场景 还有哪里比战场更能检验射手的真实水平呢 在这个场景呢 我会用步枪进行射击 那这个场景呢 我们模拟的是这个 士兵在预袭后 从车辆撤离 对敌人进行一个反击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现场的把镖呢 它的距离还是有点近 那在比赛现场呢 这个步枪的把镖距离是非常远的 从目前公开资料来看 最远的距离可以达到250米 那这个距离还是非常有挑战性的 那为个贴近实战化的要求呢 我们用这个网布模拟的这个掩体 那我在设计的时候呢 是必须要在掩体后进行设计的 那这儿呢 有四个窗口 我可以任意选择两个窗口 进行我的这个设计位 在这里呢 是我的一个中止位 那在这个场景当中 我会运用怎样的战术规划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就好 整个来源 那这次误规划呢 是超级出品的 有一个人最大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合格了 精度嘛 马马虎虎吧 正在想着这个场景 有没有其他更快路线的时候 我的训练难度再次升级了 现在呢 我身后的同事 正在随机地布置把镖 在B升开始之前呢 我并不知道每个把镖的确切位置 这主要是为了考验我的搜索能力和应变能力 现在呢 我知道的所有信息就是 十个把镖 一个弹夹 那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那我们准备开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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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53 大便宜 1153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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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1153 1153 對 我好像只打了九個把 是啊 你看 暫時你已經失蹤了 那有一個 對 我根本沒看到那個把 錯過了 那個把我應該在 在哪個位置打 這個把你應該在行進的路徑上 在我跑過來這個位置 對 我看到中枝把 我就扮著中枝把來了 是啊 根本沒看左右 太著急搶功勞了 太著急搶功勞了 是啊 但在實戰當中 我就已經被消滅了 確實是 一邊要想著射擊路線的規劃 一邊要注意對目標的瞄準 心裡還得記著打了幾個把子 還有 不能犯安全錯誤 射手必須平衡速度精度 和安全原則之間的關係 才能取得最好的成績 如果說這樣的場景射擊 是在討厭射手的 綜合作戰能力 那麼接下來的比賽模式 就可以說是 參賽選手個人之間的 近距離對抗了 8秒83 對 這成績還可以 還可以 那大家可能看到 我這邊還有三個鋼板 那我把這三個鋼板 抬起來 現在呢 這就變成了一個對決模式 那對決模式呢 就是在同一個場景當中 兩個射手同時對目標進行射擊 看誰先擊倒所有的把標 那這個模式呢 在這次的俄羅斯戰術射手比賽當中 也有使用 那今天呢 我們在現場搭建了一個 這個簡易的對決場景啊 李老師還專門給我找了一個 神秘射手 你好 現在呢 他站在我旁邊 我已經有點緊張了 不知道一會兒 在我們的同台競技當中 我能不能發揮正場 射手準備 準備 準備 比訓練成績慢很多啊 他第一聲槍響的時候 我都已經慌了 其實他第一聲沒中 沒中 他第一槍就是嚇我的 對呀 很多時候射手會被別人的節奏 所帶偏 所以你千萬不要受他的影響 你不能受他影響 但是他就在我旁邊 然後槍聲還特別響 其實射擊是一個內化的過程 你應該去排除外界的干擾 專注在自己的每一槍裡面 想專注打我自己的 對我相信你把每一槍打好的話 速度一定會提上來的 跟射擊能力相比 這更像是在考驗我的抗壓能力 在賽場上 當射手身體處於高負荷狀態時 射擊節奏和注意力很容易被打亂 我想這也是對決模式 這種比賽樣式獨特的魅力吧 不過相比於使用真正的子彈 進行的戰術射手比賽 我們使用氣槍訓練有一個優勢 就是可以在佩戴一定防護的情況下 模擬真實地對戰 是的 這回可以跟神秘人展開一場 更加貼近實戰的經濟了 這回事 三 二 一 開車 不行 太遠了 我要躍進到下一個眼皮 三 二 一無 抗陷 三 二 三 三 三 二 三 我回想跟男生 我給他 我給你 我給你 拿出來 我給你 她們 我給你 我給你 你給我 別忙我了 大哥大哥 別忙我了啊 傑哥 怎麼是你啊 你這個 你這有點太菜了啊 我這不也剛跟 梁老師在這身邊剛學嘛 手不上轉換我還沒學呢 梁老師他剛才打的是 是不挺大的啊 不光是基本技能都會啊 而且還會有點戰術戰法是吧 那火力壓制我 哦 還說呢 這一次對抗至少應用了 弱肩的技術 行進肩設計的技術 主腹武器切換的技術 還有很多切腳的技術 還有這麼多技術呢 是啊 那我再練練吧 我先把那個換成甲練明白了 我們剛才這場訓練是不是已經很貼近實戰了 我個人覺得是很貼近實戰了 首先它是人與人之間的對抗 你打的再也不是固定的打標 而是一個活生生的有反應能力的人 那麼其次 在這種場景化模式當中 已經有非常強的沉浸感 效率遠遠高於我們的 固定精度射擊的訓練方式了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現在各國部隊 特種部隊 甚至是我軍的特種部隊 都在使用這種實用射擊的方式 作為自己的訓練手段之一 切磋射擊技能的同時 探索更加科學有效的實戰化訓練方式 正是舉辦戰術射手比賽的重要目的之一 兩天的速程式學習 雖然不足以讓我去完成 真正的戰術射手比賽科目 但也能讓我在模擬戰鬥中 打出像樣的進攻 這也許正是這種競技化的射擊訓練 對實戰能力提升的作用吧 今天的訓練呢 不僅讓我感受到了射擊的樂趣 也讓我學到了在射擊背後 這個戰術的運用啊 更重要的是 我體會到了中國軍人訓練的艱辛 那在異國他鄉呢 首次參加這樣的比賽 就能取得第二名的好成績 真的是讓我心生敬意 在這裡呢 我給他們點個贊 L jetzt這麼一回 到了中國軍人訓練